總統賴清德上任滿一百二十天 根據最新民調 賴總統聲望部分 贊同他處理國家大事方式的民眾 有四成六 不贊同的為三成八 分析認為跟五月就職時相比 失去大約兩百五十萬人的支持 事逢中秋節總賴清德在社群平臺 PO出輕鬆短片祝福 而賴總統上任至今滿一百二十天 根據臺灣民意基金會最新民調 賴總統聲望部分 贊同他處理國家大事方式的 有百分之四十六點六 不贊同的百分之三十八點五 跟五月就職時相比 贊同減少百分之十一點四 不贊同增加百分之十三 對此基金會董事長尤英龍分析 賴總統上任百日以來 約等於失去兩百五十萬人支持 賴清德上任百日 市政毫無頭緒 內衛不斷的引戰 聲望大跌 賴清德真的窮得 只剩下鐵桿深綠的支持者 上任才短短四個月的時間 很多市政可能還無法 讓全國人民都有感 這是我們要努力的方向 未來會用施政成績單 爭取國人的認同 而針對處理兩岸關係 有百分之四十六民眾滿意賴總統表現 百分之四十點七則不滿意 游英龍認為顯示賴總統對中國 採取強硬立場與態度 獲得多數國人的肯定 政治學者指出賴兩岸政策維持一貫基調 此議題支持與反對的人變化不大 支持率方面則是過了蜜月期 學者表示 繼續下降三個百分點以上 將會是賴政府警訊 這段視頻收拾採訪報導